各位 以外交部长吴昭仙 那天那个灿烂的笑容 我很难忘怀啊 为什么四十几年来 台湾跟美国断交以来 第一个外交部长都已经 踏入了这个大华虎地区嘛 所以旁边又有个老朋友 黄崇燕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那所以蔡英文总统一定到美国吧 所以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不管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 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关系 的确现在台美的这个军事交流的 这个层面可以说重大突破与提升 那外交层面呢 因为我们的外交部长吴昭仙 还有这个国安会的秘书长 顾立雄是到华府 这是过去是不可能的 那当然在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都有说了 台海的危机不是中国内政 如果说台湾受到中国的侵略 那对他全球的经济 是会有毁灭性的后果 布林肯所讲特别把台海危机 说不是中国的内部事物 是全球性问题 所以也是打脸中国的一中政策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 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的蓝影却是在散播 说美国会有所谓的 毁灭台湾计划了 在讨论什么 台湾沦陷后的事件 然后那个什么 郭正良还说什么 没说呢 就说没发生不代表没剧本 显然这是故意在散播什么样的情况 难道要去怀疑美国 要相信中国吗 我觉得不只是怀疑美国 甚至仇恨美国 甚至是反美 我觉得在整个战斗篮的 这一批人的言行 在目前为止 朱立伦昨天除了叹气之外 他没有任何一个积极的作为 老师说 朱立伦一直对外不断的强调什么 强调清美是第一 清美是第一 第二才是有日 第三才是和务 这样的清美的路线 你是你整个朱立伦 对外所标榜的一个路线的情况底下 为何你自己的从政党员 或者重量级的党员 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没有做一个事实的约束 为什么 那就是属于你 只有你个人的路线而已 如果今天朱立伦 真的是走清美路线的话 他应该怎么样 他应该把他这一个政治主张 形成一个党内的一个决议 你违反了这个党内的 这些人就是送党纪处理 来约束这些从政党员的言行 不要让人家觉得 你国民党在玩两手策略 那个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的这种方式 清美根本是假的 就假的 就是你不是真正的一个清美 你看蔡振元从一开始 他的所引用的 这俄罗斯的广播电台的 已经被认证过的 那么散播假消息的一个 广播人的一个言论 问题是那个言论出来的时候 谁会去注意这种言论 为什么蔡振元一下子 就会拿到这个言论 马上贴在他脸书 这个原因在哪 我觉得这个要先去查清楚 第二个蔡振元被揭发之后 他还是依然不放弃 他还继续讲 然后郭振元也跟着说 大家也跟着讲 这是某个程度是 整个蓝眼里头 根本是一直在创造 所谓的这一美论 创造这一美论 他认为想要制造 这个可能的一个战争恐慌 然后美国不会挺台湾 可是这事实上 跟现阶段所发生的 完全是平行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是平行发展现象 刚刚大家就讨论 美军所加强的训练的规格 其实是越来越高 过去只有这个排级 连级 那个是属于 这个国防部长 邱国正所说的 这是属于战斗层级而已 可是你连兵赢过去 的代表意思是什么 是属于一个战术层级 这个战术的层级 是牵扯到计划 牵扯到参谋 牵扯到后勤补给 这次乌克兰的战争 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后勤补给 而最近整个日本智库 所推演的 之所以我们会胜利 中共会打输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也是在后勤补给的部分 也就是在去年开始 我们联兵营的一个架构 开始重新做一个调整的时候 为什么要赶快调整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中共其实 某个程度很早以前 也就采取美军的规格 军区的整个指挥系统 已经重新部署 不同的调动 而且中共目前也采取 美国的联兵营的 这种方式处理 因此必须赶快的加强 对台军的一个训练 所以台军的训练 不但是持续性的 而且是台面 台面话 这台面话从去年的时候 那个蔡英文总统 在接受西方的 这个表示的时候 就说美军就派人 来训练我军 另外一个部分 在前年的部分 也是华尔街日报 独家报导 说美军在台湾 秘密训练台湾的 这个军人 一年之久 所以连同到去年 最新的规格 我们的海巡署 等于是第二海军 还参与美日联合军演 在帛琉那边的演习 所以某个程度 要架构起来 其实美军 所以总统说美军在帮助台湾 防卫自己 没有错 他就在武装台湾 刚才他昨天所讲的 武装台湾 避免战争 就所有的目的美军 就为了这个 就是为了这个 为什么要为了这个 其实某个程度 美军在执行一个事情 就从2015年之后 当初的欧巴马 跟这个安倍政府 其实对话过程当中 就已经讲到了 美日安保条约的内容 做一个实质上的调整 那个调整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早期的美日安保联盟的 一个内容 其实是在界定 所谓的周遭有事态 周遭有事态 就是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美军日军 日本的自卫队才要介入 可是现在不是 再改成地理概念 这个地理概念 就是移转到台湾有事 这就是为什么 安倍生前会一直强调说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美日同盟有事的一个原因 可是他避免日本有事 避免美日同盟有事的情况底下 当然是要强化台湾的国防武力 强化国防的台湾武力 才避免战争 避免战争的话 美国才不会有事 日本才不会有事 前提要台湾 没有事 的确我们看到 其实美军 其实都是在帮助台湾 要防卫自己 但是偏偏就是有人 在那边散播 那种所谓的 美国要毁灭台湾 然后郭正亮 也拿那个所谓的 太平洋论坛发布的 一个所谓的 台湾沦陷后的世界 警告中国 一旦攻陷台湾 就会带来 惊天动地的后果 因为他们担心 中国会超越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 其实这整个的 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想定 其实都是在提醒美国 也提醒台湾 这个之后 可能会是我们的后果 可是偏偏就有人 把它倒裹为因 变成是说 美国可能要放弃 这个台湾了 然后这个台湾 可能就会沦陷了 杰明哥怎么看 这个布林肯 你讲清楚了 他讲的重点事情是 台湾不能的一天 因为那一天的话 是全世界 都会遇到毁灭性的结果 是指全世界 他在提醒全世界 这个严重性 是全世界毁灭 不是台湾毁灭 他说现在美国 欧洲你用的 哪怕是电壁箱里面的晶片 洗衣机的晶片 在哪里制造 都是在台湾制造 他也告诉这个日本 告诉澳洲 如果今天台湾海峡 变成是中国的话 那你日本以后 也没有什么天然气了 你的煤炭也被卡住了 你的韩国也完完了 对 简明哥因为特别提到 日本他最近好像 似乎有做兵棋推演 就是说这个共军 如果真的是要侵犯台湾 会持续两周 那最后共军 是会有两个关键落败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兵推 这个关键落败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 确实 确实 美国跟台湾可以使用 就是日本的 所有的军事基地 意思说必要使的时候 日本的基地会提供 台湾跟美国在战略上 所关键的一个影响 就是战略上躲避 或战略上攻击 而且同时他们也同意 他会采用的是 日本已经买下的 F-35逆中战机 做第一级 这是 这个是中国 必须面对的问题 就是原来日本 还有更多的基地 可以提供 这个所谓美国跟日本的 这些军机跟军舰的使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件事呢 为什么战败 两周之内就战败 跟上次的这个 我们说的美国的 这个智库所做的内容 是一样的 两周之内战败 战败理由是什么呢 完全兼命啊 战败 美国 中国在海上 所有战届全部战败 包括他两艘航空母舰 全部完蛋 那么更重要的事情是 他所战灭的 所谓的运输机 就是中共所使用的 大型的这个 所谓的我们说的 这个运输机呢 大约差不多是 42架全部战灭 让你完全没有 任何运补能力 到达台湾 是中国被战灭 对 被中国战灭 所以中国42架 运输机全部被战灭 中国主要的战舰 全部被战灭 然后中国说的 航空母舰被战灭 是